昨天美国白宫迎来了一群贵客 他们是全美国AI界的大咖 有谁呢 先对您介绍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OpenAI执行长奥特曼 还有Google的总裁波雷特 以及微软总裁史密斯 还有云端 亚马逊云端的执行长 加尔曼有没有大咖 有 谈什么呢 两个重点 第一个AI需求的大咖 这么的狂热 他们能够提供哪一些的需求 第二个是 到底现在他们怎么样面临风险 好 说到了风险 回答现在所在的风险 还包括了反垄断案 其实美国的司法部 一直传出在查他 虽然他说没有收到传票 但是大家都很担心 到底反垄断案对于回答 会是刺穿他的利润 还是商战收的一个手段呢 张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所有的大咖 昨天谈的 除了是商机之外 还有危机 到底现在AI面临的哪一些风险 对 现在大家都在谈AI带来很大的商机 可是AI有九大潜在的风险 那九大潜在风险 主要就是泄露 偏见 隐私 幻觉 网络安全 可解释性 还有过度依赖 制裁权 公众信任 我们现在一直在讲AI的手机 AI的PC 对 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可能隐藏在里头的风险 这是我在节目上 我发觉所有的财经节目 我是第一个讨论AI带来的潜在风险 谢谢你留给我们 我们来给大家提醒一下到底有哪些风险藏在里头 那这九大风险 主要大家最在意的是哪一个风险最大 那当然公务员会优先在意 因为公务员可能被告 所以有个机构 它是刚刚发布的 它是在去年5月到11月 问的都是政府机构或公务员 问他们深层是AI所带来的风险 那调查的国家有五个 就是纽西兰 澳大利亚 韩国 英国 加拿大 这五个国家的公务员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非常具有公正性的调查报告 那从公务员的角度 潜在风险第一名当然是泄漏 对 泄漏了机名跟制裁犬的相关资料 第二个风险是偏见 什么叫偏见呢 像说假设我现在要公务员 或者我要公读生 结果我因为AI生成会帮我过滤嘛 我要求怀孕女性高龄要排除掉 这个就叫做偏见 或者叫做歧视 排名第二名16.5 这的风险在哪里 好 那如果说不小心 我丢了履历表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呢 对 我就会控告这个公务机关 它是偏见跟歧视 OK 就是比如说我在发出真人歧视的时候 我排除了这几个被社会定义叫比较弱势的人 对 就可能有被告的风险 对 好 第三个是隐私 当然就是你没有经过个人同意 资料被揭露 是排名第三15.2% 第四个叫AI幻觉 看似合理但实际不正确 无一的内容 例如人家要搜寻台湾第一名模 那我可以拿大量的灌 台湾第一名模刘祝华 我大量灌进去 所以当我只要打资料 台湾第一名模会跳出来就是刘祝华 林志玲就哭哭了 我懂 我懂 对 这个叫做AI幻觉 从公民的角度它是排名第四 可是从企业的角度它是排名第一 好 那当然网络安全 像那个昨天前天 那个很多公务机关机构 又被那个亲俄罗社駭客给攻击了 好 那再来是可解释性 就是AI生成了一个内容 你却难以解释 例如网络上最有名的笑话 就是吊虎离山 我要AI帮我生成一个叫吊虎离山剂 结果它弄一个吊车 那个吊上了一只老虎 对 你看那张图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事实上成语是吊虎离山 所以这个就是难以解释 它所生成的内容 那其他当然就是你过度依赖 还有侵犯了人家的制裁权 还有哪里取得公众的信任 等等的 总共有这九个 这九个都是深层式AI所产生的潜在风险 那祝这段期间因为我也担任一些企业的顾问跟董事 所以我也是协助企业去推广深层式AI 那企业里面真的我在实际推广的时候最在意的就是AI幻觉 对 我怎么秉除到第一名模是正确的答案 对 现在用的方法怎么来减少它呢 用的方法叫做提示优化工程 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做提示优化工程 像说它会协助你精准的去跟那个深层式 就是大语模型LLM精准的去提问 它会协助你 还有协助你去优化提示 因为你要下关键词嘛 也会不会去优化 那让你去有效的查询 那这样你查出来深层的资料才是有意义的 OK 所以还是先训练AI之前 先训练你怎么样 什么问问题 对 所以这个提示优化工程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现在AI眼前有这么多的风险 这还只是去访问这些公务员他提出的风险 其他还有更多更多远深性的风险 我们目前为止全世界怎么样来监管 怎么样来规范这些风险 对 目前世界各国都有规范人工智慧法 像那个最有名的就是欧盟通过的人工智慧法 当然台湾这边也打算通过 可是这是世界各国在订定的AI的法律 大家最在意的一定是什么 国际公约 因为生成是AI AI是跨国际流动的 好 那在去年去年11月的是 是美中德英28国定了一个AI国际协定 但它不具有法律效力 只是协定而已 只是个协定而已 它那是要确保顾客跟社会大众 免于AI滥用跟AI的威胁 好 他不具有约束力 而且内容都是一般性的 我希望你不要怎样 然后我奉劝你不要怎样 对 但你做了我还是莫可奈何 好 那整个国际公约 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是 加拿大 以色列 日本 澳洲等57国 比去年的28国多了一倍 这57国经过多年酝酿 在今年5月通过了人工智慧公约 通规归通过 但是世界各国要去签署 为什么 因为毕竟要经过他们的国会相关通过 所以目前通过的 最早通过的就是美国 欧盟跟英国 尤其这三个国家 正是AI最发达的国家 是 好 所以这个公约 今年5月的时候通过 由这些国家一起拟定的 但是最新消息是 9月5号已经经过国会签署的 是美国 欧盟 英国 对 这对全世界发展深层式AI 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避免AI失控 避免AI滥用跟威胁 你说它是第一个 全世界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 大概可以约束哪些事情 像说你如果导致有害跟歧视的结果 必须负取法律责任跟赔偿责任 对 还有你必须尊重公平跟以示权 让受到你受害者有法律反制 那当然它的目的 那个是如果构成风险 你可以去反制它 当然也是鼓励有责任的追求创新 而不是失控 我爱怎么样 第一名模就是留住法 第一名模就是留住法 那就是失控了 所以现在大家强调的 深层式AI最核心的 叫大型原模型LLM 你的东西是要可信任的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